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讓你推薦 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 蘋果的iPhone 15就開賣了 很貴的 最貴是港幣13000多元 我始終有一個疑問 雖然我都是用蘋果 我不可以說我是蘋果迷 但是我大部份電子、通訊產品、電腦的設備 都是用蘋果的 我一個疑問是什麼呢 為什麼蘋果每次發佈新的產品 尤其是iPhone的產品 就會成為各大主流網上的媒體 增相報道的話題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三叔是不行的呢 三叔是不會的 他出了很多 接來接去 接完一邊又接一邊的 那些手機 Google也有自己有手機出 為什麼不會成為 網上的熱話 為什麼不會成為主流報章的報道的熱門的話題 為什麼蘋果才行呢 這個我覺得 各位網友你都可以回答我 我覺得都挺有趣的一個現象 是不是證明了 蘋果其實是 那個吸引力是會給其他品牌的手機 不要說華為、小米那些 比如說韓國的Samsung 大很多也都是 創新領先 在這個手機裡面 有些人說不是 譬如說蘋果的鏡頭 不及得華為 沒有華為那麼漂亮 又或者說蘋果的 即是先進的程度 又沒有Samsung那麼好 銷量呢 他都不是全世界第一的 好像是排在Samsung之後 有時可能會領先 不知道 為什麼呢 這個我也是 我想知道 聽聽大家意見的話題 今天就 講蘋果 其實就是想講華為 因為 就是華為發佈了他的旗艦手機 Made60號之後呢 引起很大的熱門的討論 雖然華為很低調 低調發佈高調宣傳 又間接地找 成龍出來 那些不知道是不是 又不太巧碰到 那麼他用了這個 這個七納米的這個晶片也都成為了說 突破了美國封鎖的一個技術 但是什麼都好呢 蘋果一出呢 真是無與增鋒 因為 蘋果的這個 手機的攝影功能呢 大幅提升 主要攝影鏡頭 一萬二千像素 增加到四萬 一千二百萬像素 增加到四千八百萬像素 突飛猛進 看來我都心動了 看來 兩款Pro型的手機 是在用 三納米的晶片 這個華為那個是 七納米的晶片 也都是快了很多的 我不是專家 我只是在用它 我覺得用智能手機 以我來說 我覺得有90%的功能 我是沒有用到的 即是很先進的 我來拍攝 譬如現在 我拍片是用蘋果的 手機 連同我的MacBook 一起做 我覺得效果是相當好 鏡頭也相當理想 那就已經足夠了 已經足夠了 很多人都會比較 究竟 三中好一點 蘋果好一點 即是用Android 還是用iOS 又或者現在最新的華為的手機 究竟先進到什麼程度 那麼我昨天說過了 即是這個華為手機 低調 發佈 高調宣傳 其實就是 打近這個 民族主義的 一場仗 是一個大內宣 來的 目的呢 就是 和國內的同胞宣佈 我們是突破美國的 鬆復封鎖 實情它先進 到什麼的程度呢 其實大家都看到 一個七納米 一個三納米 三納米 比七納米 是先進了很多年 現在已經 看到那個 高下立建 大家會不會增商 除了國內的同胞 增商去買 買到斷市 這個也是可能 宣傳的一部分 因為七納米的晶片 要多重曝光 損壞率是很高的 究竟它能不能夠量產呢 都很大疑問 說你現在買到斷市 你要訂了 因為生產不切 原因就是 很多壞的晶片 是沒有用的 就是 我想這個因素是很重要的 不過 無論如何 七納米的晶片 對中國的技術來講 都是一個突破 除了用在手機 也都在軍事用途 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美國政府 不敢怠慢 去驗查 究竟 什麼技術 流進去中國大陸 會讓他有機會 或者是成功 研發到 7納米的手機 如果手機 是90% 是國產貨 我想 美國政府 驗屍 美國政府 我講到這裏 就想說一下 這則 不是新聞來的 因為 我最近又見到 我的朋友 在網上 就傳 就說 華為的 創辦人 任正非 就跟傳媒說 是啊 我們全家人 都是用 蘋果的產品 為什麼 有什麼問題 我依稀記得 這也是幾年前的新聞 應該就是 2018年 傳出來的新聞 就是當時 孟晚舟 過境加拿大 被扣留 美國政府要求 引導去美國 說他 違反了 美國的制裁 伊朗的 一些 規定 後來就解決了 軟禁了 若干年之後 就回到中國 英雄式 歡迎他 這個新聞 大家都 記憶猶新 但是 為什麼 任正非 出來說 是啊 我們全家人 都是用 蘋果的產品價 因為 孟晚舟 就是 任正非的女兒 雖然姓不同 大家知道 她的女兒 傳媒引述一份 法庭文件 當時被扣留的時候 拘捕了 拿了什麼出來 要交給警方 保管 等等 身上有 多部的 蘋果公司的產品 例如當年 當時就是 iPhone 7 Plus MacBook Air 我現在用這部 iPad Pro 我都有一部 華為的產品 只有一款 就是 Mage 20 這個智能手機 當時媒體報導了這個消息之後 大家就嘩然 華為的太子女 原來是蘋果迷 全部都是 好像我 用完蘋果的產品 這樣 所以有些人說 就是 這個公關災難 因為 這個 曼晚舟 報道 曼晚舟 似乎對 這個 蘋果的產品 很感興趣 於是 重提 之前發生的一件事 就是 在一年的 過年的前夕 華為透過Twitter 發佈新年的祝福 結果發現是用iPhone發出的 最後兩名負責人 降低這個職級 以及被罰 減薪5000元人民幣 即是你作為華為的員工 你竟然用蘋果來發佈Twitter 裏面的內容 你有沒有搞錯 你為別人做宣傳 那麼當時 任正非 他怎樣解釋 這個 用 這個蘋果呢 有些人說 任正非真是很厲害 懂得解這個公關 大災難 他是這樣說的 記者就問 任正非 你 你是不是用蘋果的手機 他說 是呀 我的家人 到現在仍然在用蘋果的手機 他們說 蘋果的生態 是比華為好 這是一個很虛的字 什麼叫生態呢 好用不好用 方便不方便 是否user friendly 你叫我用Android 我真的不懂怎樣用 雖然我以前也用Android手機 我不懂怎樣用 是不是很user friendly 即使你不用看Manuel 沒有人看Manuel 是吧 現在用很多的產品 都不少人看Manuel 一拿上手就知道怎樣用 這個說法 蘋果的生態比華為好 這個說法 我很記得 胡錫進 在做環球時報的腦腫的時候 他都被人發現 用他的手機 是蘋果手機 用來發佈Twitter 有人問他 其實我也曾經一度 是改用華為的手機 不過後來也發覺 他沒有蘋果那麼好用 於是他又改回蘋果 連這個 即是愛國的大粉紅 不是小粉紅 都覺得這個 蘋果比華為好用 我不知道今天 回錫進退休之後 是不是都是用蘋果 任正非當年 解釋 蘋果的生態比華為好 就是這樣 於是 中國大陸的小粉紅 真的有腦子生草 融進入水 林正非這樣說 就是這樣 單憑他一句話 我就買華為 雖然他說 就是 蘋果 比華為好 華為 是沒蘋果那麼好 單憑他這一句話 我就買華為 大陸的小粉紅 因為任正非這個人 格局大 這個就是企業家精神 尊重對手 正視差距 一點點接近對手 最後實現超越 是不是 我不管 我就買華為 除了任正非之外 我看大陸的一篇報導 好少人能夠聽到某個手機的始創人 說自己的家人喜歡蘋果 亦都可能沒有記者問這個問題 或者他們刻意迴避 很難聽到 國產手機的創始人說自己家人喜歡用蘋果 我們的生態 有些人就說 那就是正視對手 知道自己的不足 任正非你也 再回應 有些人說 華為手機賣得這麼多 又貴又賣得多 主要是因為他們愛國營銷 因為愛國才用華為 任正非是這麼回答 他說不能夠用華為的產品就是愛國 不用就是不愛國 華為就是一件商品 如果你喜歡它 你就用了 不喜歡它 你就不用了 是不是很大氣 是不是有格局 這個說法 我自己覺得 當然小粉紅 有些人說 發現 孟晚舟被 用蘋果是蘋果迷 傷害了千萬愛國者的感情 有些人的說法就是 為了愛國 就是為了愛國才用華為 竟然太子女就不用華為用蘋果 這樣 孟晚舟出來解釋 我們全家人是用蘋果的 因為蘋果的生態比較好 華為只是一件商品而已 你喜歡它就用了 不喜歡就不用了 不一定要用華為就等於愛國 不用華為就不愛國 我為什麼會覺得奇怪呢 原因就是 你問Tim Cook 他會不會說我沒有用蘋果 我用三叔 一定不會 你要正視對手 要了解對手 那個手機 給你有什麼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行的沒問題 那你就找一群人做研究 那麼多資源 對不對 除了拆掉它裏面 看看裏面 怎樣包含之外 就像現在美國政府拆掉 華為最新的旗艦手機 去研究之外 那你就找一群人 又拿著華為手機 拿著蘋果手機 大家做研究 怎樣的生態會好過你 而不是變成你日常的 使用的產品一部分 反過來說 你不用華為 你怎麼知道華為的生態不夠好呢 有些東西就是要用才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公關的手段 公關的策略 但是我不知道 今天 當華為這個 在中國來講 碰到上天的 這個 Mate 60這個手機 Pro 橫胸出世之後 超英改味 之後 任正非 及他的家人 特別是太子女 萬萬洲 還是不是仍然是蘋果迷呢 會不會變成華為迷呢 我覺得 我應該走出來講一下 這個愛國手機 爭氣手機 爭氣手機 會不會 如果他 當年 2019年 的時候 2019年 前 過年前 華為的兩個職員 用Twitter 去發佈 用蘋果手機去發佈 Tweet 祝大家 新言何詞 被 降積 減薪 5000人民幣 很多 大佬 換句說話來講 華為的 Policy 就是限制他們的職員 不准用 不准用 其他品牌的手機 是要用華為 這是他的政策 現在突然之間 幾年前就說 我全家人 都是用蘋果手機 你是全家人作為華為的職工 就撥了出來 有一個特權 我是用蘋果手機的 他們一定要用華為手機 是不是這樣呢 說到這裡 早前華為街日報 又有報導 金融時報又有報導 中國政府 限制他們的公務員 不讓他們用 iPhone 不單是公務員 去到醫院 也是 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 無寧 就否認 他說 中國沒有禁止 購買或使用iPhone 等外國手機 但是表示 注意到蘋果手機出現安全問題 希望所有的中國國人企業 能夠 遵守中國數據安全法規 沒有禁止 購買或使用iPhone等外國手機 這些也是語言藝術 偉家日報的報導 中國禁止政府部門 以iPhone 做公用手機 金融時報就說 中國的醫院員工表示 收到遠方通知要停用iPhone 這也是iPhone系統 存在網絡安全風險 無寧就說 沒有禁止購買或使用iPhone 等外國手機 大家看到分別在哪 分別就是 現在說是 不准公務員 把iPhone帶進去辦公室裏面 作為一個公用的用途 你私人 買什麼 我想他想不到吧 除非你禁止 買iPhone就非法 趕了iPhone就 這個所謂否認 是沒有否認到 現在日報報導的事實 是不是中國公務員 不可以用iPhone作為公用用途 如果大家看新聞 就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好了 我有興趣知道 任正非孟晚舟 究竟在用什麼手機 是不是仍然 像我一樣 在用 iPhone 用MacBook 用iPad 是不是呢 三寶全部都用了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 可以留言給我的 亦都可以like share comment 亦都按個鐘 有新片可以通知大家 這次講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愉快的channel 多謝你收看 再見 中文字幕作為公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nd immer wenn ich merk, es wird dunkel und kalt, dann such ich im Wald nach unserer Lichtung. Und immer wenn ich denk, es war alles okay, dann merk ich plötzlich, wir gehen in verschiedene Richtungen. Und immer wenn ich merk, es wird dunkel und kalt, dann such ich im Wald nach unserer Lichtung. Freunde sagen, lösch die Bilder von deinem Handy, nimm die Bots mit Erinnerungen und dann verbrenn sie. Schau mal, da sind wir zusammen, wie am Strand im Griechenland. Es sah noch nach Zukunft aus, das erste Bild von dem Blumenschloss. Die Bilder, die in der Box sind, sind leider auch in meinem Kopf drin, wo ich dich umarm und küsse. In Kroatien an der Küste kann diese Bilder nicht fernicht. Pack die Fotos in die Kippen, plötzlich werd ich panisch. Dann mach ich schon nicht vor. Ich frag mich, warum du mir immer noch fehlst, obwohl du schon lange nicht mehr da bist. Ja Baby, ich frag mich, warum du mir immer noch fehlst, gar nicht mehr tragisch, wie's mir geht, bitte frag mich. Und immer wenn ich blick, es war alles okay, dann merk ich plötzlich, wir gehen in verschiedene Richtungen. Und immer wenn ich blick, es wird dunkel und kalt, dann such ich im Wald nach unserer Lichtung. Und immer wenn ich blick, es war alles okay, dann merk ich plötzlich, wir gehen in verschiedene Richtungen. Und immer wenn ich blick, es wird dunkel und kalt, dann such ich im Wald nach unserer Lichtung. Das war alles okay, wir gehen in verschiedene Richtungen. Es wird dunkel und kalt, unserer Lichtung. Ich stell mir jetzt einfach vor, wir sind hier auf dem Splash. Danke! Das war's okay, wir sind hier auf dem Splash. Das war's okay, wir sind hier auf dem Splas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